这是一坨漂亮的彩虹便便 传说显到他的人可以调制出魔法药水 拿出彩虹便便的家伙 是这只凶猛的独角兽 泡着头上这根独角棒棒 但凡碰过他便便的人都已经成为串串 小不点狗子你见过 但是绝对没见过 可以变成烹火狗头龙的狗子 没有什么东西 吃到一口磨磨解决不了的 除非你给他丢骨头 今天咱们来看一部法国最新搞怪电影 由于连年饥荒 这只叫吞吞的黄鼠狼 跑到了城里 落大的城市 哪里才能混合饭吃呢 这时小黄叼着香肠路过 好家伙 刚要张嘴 居然跑了 吞吞追着小黄和小白 刚才还胆小得很 现在为了吃的 小命都不要了 可惜他三脚猫功夫 啥都吃不到 只能远远 看着他们爬上石像 在石像上 一个叫皮皮的女孩 小黄和小白 正是他的宠物 吞吞有点不好意思 女孩主动将他抱过来 还给他送上香肠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好的人 吞吞一口吞下香肠 决定以后 就跟皮皮昏了 皮皮站在城市最高处 告诉皮皮 这里叫福吉伯乐 脚下有吃不完的美食 还有无数的贵族 比如说 这家伙是国师 这个小金毛 就是王子 空有蛮力 却没有国师的奸诈之会 皮皮和小家伙们 只不过是城市中 不起眼的小人物 他们才不关心什么国王 在乎的 这每天的食物 这个叫小胖的卫兵 一心想成为骑士 却天天负责抓老鼠 他挖的陷阱 除了松肉饼 并没什么用 每天都是 黄鼠狼的手下霸将 就连国师的狗子 也看不起他 这只狗子到后面 可是大boss 皮皮有时候 也想要朋友 可是 大家都把他当成 透明人 夜里 皮皮独自坐在石像上 他幻想 自己有个家 国师每天都要 走刮一箱金币 怎么弄死王子 成为了国师和狗子 最大的阴谋 其实狗子只觉得 主人在发狂 这天士兵宣布 王子已经成年 明日就将举行登基典礼 这对于皮皮 他们来说 可是大事 原因很简单 要很多吃的 还有很多玩的 可皮皮不小心 被小胖给发现 心慌逃跑时 绑入了国师的房间 这里放着各种魔法药水 一个不留神 便被小动物 搞错了配方 狗子放下骨头 老痒痒 却被吃货 吞吞抢走 这下狗子就孕问了 正好看到 吞吞生吞自己的骨头 这人可忍 狗子不可忍 他一路追杀 吞吞 被皮皮给绑架 而狡猾的国师 想用毒药 毒死王子 他不知道的是 这药水已经被动了手脚 王子吃了药水 没狗屁 倒是眼睛 成了斗鸡眼 他学会了鸡叫 在小胖面前 变成了一只公鸡 不对 吃着猫咪 或者说是猫鸡 为了杀人灭口 他们必须杀掉皮皮 只可惜 他根本抓不到 王子变成猫鸡后 也是傲娇不已 他拒绝皮皮的帮助 还想去当国王 又是鸡叫 又是猫叫 被王后 直接一脚踹飞 没办法 王子只能跟着皮皮混 找机会 打败国师 王子被做成烧鸡 摆在盘子里 送到了宴会上 这可怕小胖急坏了 眼看着王子 马上就要被吃掉 幸好皮皮 连鸡带桌 一起抢走 重心的小胖 还有表演的小丑 也一同出城 小胖听说 魔法森林 有药水可以救王子 于是既然带着王子 去往魔法森林 王子出城 便暴露本性 不是在导弹 这是在导弹的路上 若不是大家保护 分分钟变成烤鸡 而国师 则去找了死亡军团帮忙 只要给够钱 不管是谁 都能送他去地狱 进入魔法森林 他们也不知道 女巫在哪里 倒是女巫 以前找到了他们 跟着女巫的扫把 提避找到了魔法术 这里便是女巫的老巢 女巫得知 要救王子 很是犹豫 就被国师背叛放逐 女巫虽然有魔法 心性却单纯善良 在皮皮的哀求下 答应救王子 不过要制作解毒药剂 他需要一坨非常特殊的材料 那就是一坨便便 而且还是独角兽 拿的彩虹便便 别说便便了 这里独角兽都没人见过 因为见过他的人 都成了串串 这边狗子根据味道 也在找王子 背后还跟着死亡军团 众人来到野兽山谷 这里到处是残剑 独角兽 很可能就在这里 找了半天 这一只山羊 以及一个看上去弱弱的牧羊人 小丑问牧羊人 也没见过独角兽 牧羊人大笑着 我从小在山谷长大 就没见过独角兽 独角兽是肯定不存在的 皮皮很快发现 前面有一坨彩虹便便 便便都在这 怎么可能没有独角兽 小胖前去捡便便 牧羊人还在吹牛 这里根本没有独角兽嘛 当小胖碰触便便时 天上立马乌云密布 牧羊人说 估计要下雨了 然后长出耳朵 皮肤也改变颜色 接着长出了蹄子 如果没错的话 这牧羊人就是独角兽 小胖还在说 根本为什么危险嘛 一转头 独角兽就在后面追杀小丑 小丑马上就要成串串的 小胖冲上去 保护大家 独角兽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的棒棒 可是能过穿一切 皮皮想了一个办法 让小胖提着山羊 和他决斗 这搞笑的模样 一看就不是独角兽的对手 黄鼠狼则趁机 拿着便便和迪比跑路 原来 他们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迪比说 一切准备好了 随着小胖一个杠杆 弹飞上去 独角兽冲过来 撞到石头上 石头带着众人 随即滑下山坡 便便 顺利被拿到 随之太阳出来 牧羊人又变成了人类的模样 他好奇 大家怎么这么害怕的离开了 明明自己都说了 从没见过独角兽的 迪比几人 坐着石头汽车 一路到达山脚下 迎接他们的是狗子 还身后的死亡军团 捧不到牛粪上的鲜花 都要被踩死 实在是太可怕了 女巫拿到便便后 开始调治解药 随即喂给猫鸡吃 很快猫鸡变回了王子 但可是衣服却没有了 一别告诉了小胖 他根本不是什么公主 也不可能分小胖为骑士 小胖难过的离开 刚好遇到亲爱的国师 后面大军押近 山顶还有弓箭手 准备就绪 整个魔法术 瞬间就会被炸掉 国师先要解决掉小胖 被提皮用身体挡下弓箭 随后 提皮看见大家 被国师给掳走 只要三只小家伙 还在陪着主人 幸运的是 弓箭被胸前的小牧人挡住 王子也挂在悬崖 没有走屁 此时 魔法术即将坍塌 坍塌之时 女巫的魔法扫帚掉了下来 提皮坐上扫帚 成为新的女巫 国师正以谋杀王子的罪名 除掉小胖 没想到 提皮带着王子回来了 王子当众只认 国师才是凶手 国师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霸占了城堡 面对军团镇压城堡 女巫答应 决意死战 当他们来到国师的房间 国师已经调制出新的药水 一把喂给狗子吃 一下子 小狗子变成了飞行巨兽 那战斗力很是厉害 不光体型变大几百倍 而且拥有了喷火技能 提皮无处可跑 女巫淡定的继续调制解药 好不容易调制出解药 却被狗子一尾巴删飞 皮皮也被狗子抓走 难道就这么狗屁的吗 突然 扫帚飞来救人 原来是三只小家伙 接着扫帚救主人 特别是昆吞 勇猛无比 国师将他们甩开 他们又飞起来战斗 狗子只能用火焰 追着烧毛 狗子又摔死皮皮 被小胖做着炮弹救下 小家伙们赶紧送来药水 可药水随之 被狗子打翻在地 没有药水 就不能打败狗子 这可怎么办呢 这是昆吞 固住了狗子的那根骨头 皮皮用骨头沾上药水 等着狗子再次袭击 还故意吸引狗子的注意 狗子见到骨头 那还不吃货附体 随之又变回了小不点 国师彻底失去战斗力 故事最后呢 王子带着吃瓜群众 抢回了城堡 而小胖也如愿 成了真正的骑士 至于小家伙们 依然在城市中 到处吃香肠 每天不晓定 欢迎关注西瓜坑定 本作人来愿 动画电影皮尔历险记